同样是法庭消息 政府两年前也就是在疫情期间 推出职业振兴计划 拯救员工的饭碗 结果登加楼一名公司老板 却需报申领这笔原住金 她今天被控为欺骗目的 而伪造文件两项罪名 并否认有罪 37岁的女被告被邀网 关了登加楼地停骗控 根据控状 被告在2020年11月3号和23号 为造1971年 雇员社会安全条例下的 员工登记表格 想要诈领第一轮职业振兴计划 因此抵触刑事法典第468条文 一段罪程可被判监禁 最高7年以及罚款 被告否认有罪 地停允许他以1万令吉 外加一名担保人保释外出 同时要求他每个月 向反贪退报到 并且要交出国际护照给当局 案件则定下个月18号过堂 今天就学会中国关系给我们的 有点测试 第三天 数字旁 四字 四字 三字 三字 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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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字